选举也造就了许多返乡投票人潮 星期天上午在明里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由主办单位吸手花莲捐血站 寄出了捐血送连锁超市礼券 250cc送300元 500cc送600元 鼓励更多乡亲一起来晚秀捐书 花莲地方公子五合一选举落幕 也带回不少返乡人潮回乡投票 27日上午在花莲市明里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具有陆军军官学校专科班校友会花莲分会 举办捐血助容活动 寄出全年礼券 捐250cc就送300元 捐500cc则送600 吸引不少民众来排队 经过10月份的一直在连续下雨 然后11月份的选举院 大家比较没有空出来捐 所以我们的那个安全库存量是有下降的 那今天呢非常 就是说昨天是选举日 那今天有非常多的那个民众 他是返乡来投票 然后今天天气晴好 然后今天在那个陆军官校 然后那个专科班的校友会 我们回南军这边来主办捐血活动 我们号召了非常多的那个青年军来捐血 那目前呢我们的安全量 我们的血液库存量呢只有5天 其中呢A型只有4天非常的低 那B型A型 B型O型跟AB型是只有6天 那其中A型 O型也很快就会用掉 所以希望我们的乡亲呢能够踊跃的到我们的 在明里幼儿园前这边 到今天下午4点半 欢迎大家踊跃来捐血 花莲捐血站也出动两台捐血车 帮助民众缓解等待时间 花莲捐血站表示 目前花莲血库安全库存量只剩5天 尤其A型只剩4天 B型AB型和O型都不到6天 期盼疫情缓解之际 与世趋缓的好天气 有更多民众来响应 一起帮助缺血的问题 记者长帮演 华联士报导